你是不是只吃你面前的菜 吃素吗 你吃素啊 不是他许了个月只吃一个月的素 还有多少天 二十多天 他不就刚开始吗 陈乔恩问郑居星 你是不是只吃眼前的菜 你是不是只吃你面前的菜 郑居星发现猎人设的机会来了 达菲所问的来了句 自己吃素 吃素吗 陈乔恩很吃惊的又确认了一遍 你吃素啊 郑居星一本正经的点了点头 谁曾想 他云姐瞬间插话 说郑居星并不是长期吃素 而是许了个月只吃一个月的素 不是他许了个月只吃一个月的素 郑居星本想用含糊的信息来误导公众 误以为自己是一直吃素来博取好感 没想到他云姐呢 没有体会到郑居星的用意 迅速切入接了他的脑底 这瞬间把郑居星给打懵了 能自诩吃素 那至少应该开始了一段日子 老诗人郑居星就随口问了句 还有多少天 还有多少天 郑居星知道装不下去了 只能含糊的回答 二十多天 二十多天 瞬间给旁边的云姐都整无欲了 尴尬的咧了咧嘴 老诗人郑居星又补了一句 那不就是刚开始吗 就刚开始吗 众人瞬间大笑 你太亏了 郑居星太善于玩这个把戏 来误导公众了 而且绝大部分时候都会成功 没想到这一次被身边人的无心之语 给彻底揭穿 按照郑居星这个逻辑 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以声称自己吃素 当然了 郑居星不仅在节目里面立吃素的人设 在生活中 他也跟我装过 但他撒的谎太多了 经常很快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记得有一次应该是半夜十点多 郑居星来到我北四环的住处 他说自己没有吃饭 我说楼下就是肯德基 我说要不我给你买个套餐回来 我这也不算是拍他马屁 他是我同乡呀 还大我十几岁 是老大哥 而且是到了我的住处 不能让客人饿着呀 结果呢 他说自己信佛吃素 搞得我非常尴尬 连连给他道歉 请 善哉善哉 拿走拿走 阿弥陀佛 结果起之后呢 我们一起去五道口吃披萨 郑居星应该是忘了上次给我说过自己吃素这个茬了 带肉的披萨 他吃的比谁都香 当时的我就犯了嘀咕 不过呢 也没有多想 后来越来越多的事情 尤其是很多完全不值得撒谎 撒了谎之后 也不会有什么明显好处的事情 他也撒谎 这就让我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 这个人不靠谱 我得防着他 所以我防着他 我留存证据 是他逼的 是他用一次次的实际行动告诉我 我得防着他